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 是你故意留在我车里的吧 喜欢吗 今天差点就被你姐发现了 你过低调的 她那么蠢 每次你在她酒里方还没有她的茶茶 你怎么说你姐姐 怀晨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结婚呢 现在是上市的关键期 比较勇敢 再等等 咱们都在一起三年了 你等得了 我们可以隐婚了 我现在就要跟你结婚了 我真哪里没办法 我看我的设计实在是 怀晨 你就让玲玲来咱们公司吧 我来带她 玲玲 姐 我真羡慕你 你说姐夫长得又帅 又自己创业当老板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 找到这么好的老公啊 玲玲 你长得这么漂亮 早晚会找到你的入鱼郎君的 想吃什么随便点 华晨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设计搞给玲玲啊 你不是已经拿我一次脚了吗 再说玲玲也不是外人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公司能早点上市吗 可是你也是 金色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就是不想让你工作 金色 你不是一直想拥有一个家吗 等我公司上市 我就立马去你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安安闻闻地做我的郑太太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咱们 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人 冷静 扮演好她的未婚妻 她的姐姐 不能让她们记忆 我得拿回我所失去的一切 我的事业 我的人生 我的尊业 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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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就这样收够了我的婚妻 你还有十七分钟 咱们再谈谈 咱们再谈谈 莫总 你不能好死 不得好死 我在欧洲 原谅我不能接受你带着这种目的而与我结婚 就你给我出了馊主意 非让我和她结婚 以最快的速度去给我找个女的 几个电话的事交给我 等着 等着 照片删了 你平时都这么勇敢吗 不知道偷拍我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吗 偷拍我 最后和你说一遍 照片删了 莫总 我 我 怎么还找不着了呢 抱我 抱你 情况请记 麻烦您抱我一下 一会儿我再跟你解释 这也太快了吧 这也太快了吧 好熟悉的味道 莫总 走了吗 走了 不好意思啊莫总 我以为 我以为你是我男朋友的保镖 我没有再偷拍你 明白 谢谢莫总 举手之劳 香水很特别 香水 是 哎呀 来去呢 你啊 你也在 我有个合作 想跟您谈一下 肉 舌尔 顾尔 客气 很像保镖吗 这个白景色可真不简单 一个被劈腿后只会偷拍的女人 你告诉我哪里不简单 她可是第六届世纪珠宝大赛的冠军 还有件事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 莫总 稍等一下 韩小姐 可以说 莫总 昨天的情境你也看到了 我只是想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下周是新一届珠宝大赛 我需要一个参赛名额 所以我想以恒锐珠宝设计师的身份 参加本次大赛 那我凭什么帮你 我知道您一直有意收购海天珠宝 我可以帮你 这点小事 我自己就能做到 不过白小姐想为我锦上添花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也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这 和我结婚 结婚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爷爷目前有一份家族遗产的股份 这个股份 足可以影响到未来继承人到底是谁 只有我成家后才可以继承这份遗产 如果你能力超群 你会得到恒锐珠宝的帮助 我还有事 如果你想好了 随时联系我 什么情况 这人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莫总 莫总 您是刚搬家吗 不好意思啊 没有给您准备礼物 我一直住在这儿 合同你看一眼 好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不可以有婚姻之时 婚姻之时 你想得真美 希望莫总 说到做到 合同你也签了 就不要一口一个莫总 那我怎么称呼你 你觉得呢 自己看看合同 倒数第二页 贝美 这 莫总 您放心 有需要的时候 我会配合您的 今天让你来呢 就是让你任人家门 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家了 同时我也希望 你的加入能让恒锐珠宝 诸如让人耳目一新的设计理念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合作期间 白小姐 控制好自己的情感 不要对我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请莫总放心 郑总 出事了 慌慌张张的 像什么样子 什么事啊 买设计师的设计稿 被说是抄袭的 网上都传开了 莫总 这是我们设计稿 爸 我回来了 姐子 我们开场新闻发布会 你替我当着记者的面 澄清一下 请问白锦瑟小姐 关于抄袭白玲玲小姐设计稿一事 你打算怎么道歉 如果我说 是白玲玲抄袭我们 我去吧 这也太劲爆了 白玲玲抄袭 白玲玲抄袭 金色 为了我们的未来 我的未来 没有呢 我已经将郑怀臣劈腿白玲玲 以及白玲玲上次大赛 盗用我设计稿参赛的全部证据 上传到微博 请大家打开词条自行观看 我收到了 这么说商界大赛的冠军是白底色呀 嗯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快给我走 赣怀臣 让开 我们结束 好啊 白锦瑟 你这贱女人 今天我打死你 我现在死你了 真的是我死你了 给我走死你了 你怎么来了 我宣布 白锦瑟入驻恒瑞主人 从现在起 他就是我的任务 白玲玲抄袭我司设计师作品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做法律程序 从今天起 恒瑞珠宝将停止于海铁珠宝一切业务往来 我们走 白锦瑟 白锦瑟 张女愿意回来 我马上就跟脸脸离婚 郑怀臣 郑怀臣 狼心狗非的东西 我白白跟了你正常时间 姐 你听我给你解释 是她 郑怀臣 她先供应的我 谁跟我以为是 很重要的 姐 你打我吧 你怎么打我都不会还手的 姐 是你让我打的 小姐 走吧 我宣布 白锦瑟入驻恒月组 从现在起 她就是我的人 白锦瑟超级我自己设计人作品 郝总 今天谢谢你 你用不着谢我 我只是履行了我的城墓 一会儿您帮我放路边就可以了 我履行了我的城墓 我希望你也履行你的城墓 跟我回家 我会跟你回家的 但是 我得先回白家拿一趟东西 你缺什么东西 列一张单子给景向东就行 好 莫总 我必须回去 两小时够吗 够 我先回公司 结束后打电话 好 你真的要离开这个家 我离开这个家 不是赚合了你们的心意吗 实在要有城墓了 那就在家里 吃完饭再走吧 妈妈给我的娃娃呢 吃完饭再说 锦瑟 我知道妹妹辜负了你 她和郑淮辰的事 您早就知道了吧 锦瑟 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 琳琳来 给姐姐道歉 姐 我错了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就原谅我吧 锦瑟 你看妹妹也道歉了 你能不能 念一下姐妹之情 放你妹妹一马 起诉是公司决定 我也无权感受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爸的话你就不听了 爸 我吃完了 我看我姐最近操劳过度有些累了 这样吧 你先回去休息 我来照顾我姐 你走了 啊 房屋 那儿 你不是喜欢偷拍吗 那我也让你常常被偷拍的字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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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生白小姐 此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若白锦涩小姐追究此事 知道什么后果吗 都让你不要再惹事生非了 我也没想到莫斯年会来啊 这啥麻烦了 你们的事先放一放呗 先送我上医院呗 你真是个蠢女 你真是我的 你的明天 你很快 优优独播放 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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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啊 怎么着啊 那你希望是那个姓静的 喂 静少爷吗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你可把我累坏 你放心吧 我对你没有兴趣 我只不过是昨天晚上 鞭策了下那个姓静的 谢谢莫总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 那你要不也穿 我衣服呢 你觉得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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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还有挨打 真是麻烦 我 先跟我去民政局 领个完整再去公司 这 怎么有个冰袋啊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人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 听说了没 那个网上首次渣男和妹妹的设计师 今天入职 不是吧 不是吧 还挺漂亮的呢 我跟你们说 之前白玲玲 她的设计稿都是抄袭这个人的 而且据说 莫总亲自宣布她进入 恒瑞集团大 还有这种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 有时间在这儿讨论别人 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作品上 毕竟在恒瑞 我们只看实力 那是当然了 她要是能有小夕姐一半的实力 也不至于被埋梦那么久 对不对 紧缩才不是那种 只会靠炒作上位的人呢 多谢大家关心 我会用我的作品说话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设计师 白锦涩 白设计师你好 我是恒瑞珠宝设计总监 冯小夕 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 能用实力回馈莫总 回馈公司 您好 冯总监 难道他身上的味道 能治疗我的失眠 也不是这个味道 你 你来我卧室做什么 这是我家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你来我睡衣干什么 我看她挺好看的 我看看什么牌子不行吗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你 你拿这个干什么 我的用完了 我用一下你的怎么了 你 也用 脱毛膏 我明白了 你早说嘛 我都懂 这蕾丝睡衣 我的太小 你穿不了 下次给你买个大的 我说 你怎么这么着急结婚 不是 你别误会啊 我是正经 我都懂 我 行 既然你都懂 那我就跟你坦诚相见 从今天起 你跟我一起睡 行 既然你都懂 那我就跟你坦诚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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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起 你跟我一起睡 我对你这个人没什么兴趣 但是我对你身上的味道 很感兴趣 你身上的味道 治好了我多年的失眠症 你身上的味道 莫总 莫总 您确定 这叫三八线 这就是边界 如果铃铛一响 咱俩谁都别想睡 不是莫总 我的意思是 三八线 是 这么分的 你十分之三 我十分之七 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我现在困了 我要睡觉了 郑总 查到白锦瑟和莫斯妮已经结婚了 什么 郑总 董事会的人都在外面 多数股东要求撤资 有些股东已经开始出上股份了 好我白锦瑟 你给我等着 郑总 你来做什么 白锦瑟 我真是想瞧你了 你有什么事 什么事 你是不是以为我还不知道你和莫斯妮结婚了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你说啊 假如我把你和莫斯妮结婚的事发到网上 你觉得网友们会怎么想 你觉得网友们会怎么想 所以呢 很简单 现在你去网上发文替我成绩 就说你早就知道我跟白锦瑟在一起了 公司的设计口也是你自愿给的 你就是因为嫉妒白锦瑟 所以才故意设计陷害 你 做 梦 大哥要请你吃饭 谁是大哥 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好 饶了我 我吃点吃不行 我知道郑总爱偷吃鸡 她没想到 能吃这么多 还好我的鸡 你 准备的够多 莫斯妮 海天珠宝 已经正式解除 与白锦瑟的合作 将支持珠宝设计师 白锦瑟的维权行为 我在此 真诚地向白锦瑟小姐本人道歉 锦瑟 对不起 进 莫总 你没有收购海天珠宝 对啊 郑总 饭也吃完了 我们做个交易吧 我只想请她吃个鸡而已 谁撑想她那么能吃 吃了八只 您 为什么这么做 别误会啊 当初和你签那份合同 也不是为了海天珠宝 海天珠宝 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 我不喜欢没有抵抗力的联合 不管怎么样 谢谢莫总 我今天这套吸服怎么样 好看 出去吧 好 又一个被我迷倒的女人 爸 您今天来 不是为了来看我的吧 你们好歹也是多年姐妹 难道你就不能放过她吗 她坏事做尽 是她自己不放过自己 我们白在这么多年 竟然养出你这么个六亲不认的东西 没有什么事的话 您请回吧 景色 你找到那个娃娃 我给你带过来了 景色 今天是你的生日哦 妈妈给你缝了个娃娃 喜欢吗 这个我呀 可这是我的呀 景色 妹妹小你和她抢什么 你呢 你能不能看在死去的妈妈的份上 放过林烈 如果妈妈知道你们姐妹俩骨肉相残 她在下面也不会安息吧 爸 你真的觉得她会放过我吗 白先生 看来我上次的警告没有奏效 莫总 误会 景色 看在妈妈的份上 你再考虑一下啊 这就是你会白家想拿的东西啊 这就是你会白家想拿的东西啊 你怎么了 我 我不是白家亲生的 请进 牟总 你 你 您这是 你今天的娃娃拿去修了 先抱着只有熊睡吧 您 居然会有这种娃娃 睡不着的话是这个 你该打听的打听 不该打听的少打听 去呢 鸭子 你 你 护士 我 我 我们姐妹相残 所以 你能帮我撤诉吗 好 但白玲玲下药的事 属于刑事案件 这个我无能为力 我希望你身世的问题 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以及我们之间的合作 莫总 您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海天珠宝首席设计师 白玲玲勾结 剑事集团公子 靳晨轩报复白锦瑟 其行为已涉嫌强奸罪 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当前 白玲玲 靳晨轩 已被刑事拘留 郑怀成在舆论压力下 被迫卸任 海天珠宝CEO 我知道 你不愿意面对白家 所以我帮你问过白证明 关于你身世的问题 他说你是在医院被捡到的 医院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但我在帮你调查 有什么进展 我会跟你说的 谢谢莫总 对了 我有个事想问你 问 您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您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我不是关心你 我只不过不希望我夫人的身份是不清不楚的 还有 恒锐准备发布新品 以往的新品都是出自冯总监之手 我希望这次你能争取到这次机会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您放心 回地全力以赴 这次发布的新品 我希望能让我耳目一新 你放心去做 我 我 公司会全力支持你 我希望你能给洪瑞带来新的客户 谢谢莫总的信任 白设计师 这是上个月所有设计师的设计方案 你将它们整理成册 下班前我要看到 这不是我的工作吧 我这也是在帮你提前熟悉公司业务啊 好 就算是 可是一个晚上我完不成 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 景色 我来帮你 让人 你干什么呀你 白锦色的工作和你有什么关系 灵溪 你要认清楚你在公司的位置 我看你就是极度锦色 我警告你 不该你管的是你手掺过的 随便你 反正你也比不上锦色的千分之一 他随时就能撑影 灵溪 灵溪 锦色 灵溪 疼他起来了 白锦色你敢打我 你这个贱人 这是打了一下吧 冯小夕 我告诉你最后一遍 你怎么对我没关系 但是你伤害我的朋友 就是我的底线 这个冯小夕 仗着宋锦座靠山 在公司拔户惯了 你倒是不怕 宋锦是谁 公司以前的设计师 锦色 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跆拳道 要是再遇到冯小夕这种人 我自己就把他给KO了 锦副总 这理由我来照顾他就行 先回去吧 那可不行啊 莫总吩咐过了 我在这儿守着 他还等你回家呢 那个回家 对啊 他现在可生 我们莫总夫人了 什么 你什么时候跟莫总结婚的 不是 我们是假结婚 假结婚 那个 你先照顾他吧 我走了 你 你又想做什么 白锦色 你别仗着你是莫总招进来的 就自以为是 你想取代我 你也太天真了 冯总监 我一直因为你是我上司的份上 对你再三忍让 但是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再对我不依不饶 我也不会再对你客气了 白锦色 从今天起 昂锐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怎么还不睡啊 哦 我在写新品的设计禅书 反正我也睡不着 我陪你 莫总 这是设计师的隐私 我是你的老板 我这次的设计理念 源自于守护 说起守护 您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 很美 什么 你的设计很美 你的想法挺不错 其实 这也不全是我的想法 小的时候 我有一条类似的项链 可惜后来被白铃铃抢走了 总之 这次新品发布会 你加油 莫总 请您放心 对了 莫总 我失眠的时候 就喜欢听有声书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要不试一下 不知道 对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回事 因为还是很快 你怎么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以为自己有多点武器 明白吗 知道了 莫总 恭喜你 白设计师 谢谢莫总 白设计师 有个叫Lucy的约您今天下午一点见面 好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白设计师 因为我最近刚刚上任一家公司的CEO 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到贵公司拜访 今天才愿意来这里见面的 没关系 那不白设计师吗 还真是 走 打招呼去 人家姐妹之间谈悄悄话 你和她男人凑上去干嘛 那又不是天上的Lucy吗 怎么长大闺蜜啊 咱们白设计师又漂亮又有才华 谁知道她今天跟谁推薪致富 明天又跟谁当姐妹呢 咱们还是走吧 白设计师 这次的珠宝是以我个人名义勾运的 所以不方便走公帐 我希望能有白设计师的私人照顾她 白设计师 你愿意帮我吗 白设计师 如果你有顾虑的话 我可以将全款打到你的账户上 好 现任是相顾的 既然你相信我 我也相信我 你放心吧 保在我身上 保在我身上 别人ます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接下来 请大家欣赏我们天上珠宝的当季新品 这 这不是白设计师的作品吗 抱歉啊 白设计师 这个人好眼熟啊 我听说这个Lucy 之前一直在欧洲深造 国内也没有她的消息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我那天好像见到过白设计师 跟这个Lucy在一起 景经理也见到了是吧 那天呢 逢设计师 景经理 我约了你一直想见的达总 要一起去吗 真的 走 路过咖啡馆的时候 正好看到白设计 和Lucy在一起 不是 是她约我 去给她自己设计珠宝 在此之前 我不知道她是天圣的CEO 那为何偏要选在天圣楼下的 咖啡馆约见 她当时声称自己 没有时间来宏睿 所以才在她的公司楼下 莫总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你查下我跟Lucy的聊天记录 在此之前我不认识她 之前不认识 可之后你们有没有私下交易 那谁又知道呢 那我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设计稿 一模一样地又给她 距离恒瑞新品发布 就剩下一周的时间 天圣可是恒瑞的死对头 这明显是想让恒瑞背上 抄袭的罪礼名 不要虚口喷人 莫总 到底是不是白设计师 查一下他的账户 流水就清楚了 锦向东 去查下白设计师的账户 在查清楚之前 谁也别离开这儿 天圣 确实给白设计师打款了 莫总 我真的不清楚这笔款为什么 公司有自己的规定 所有的设计和汇款流程 公司必须知道 我不管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但你都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莫总 你不觉得 是有人设计陷害我的吗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 但查清楚之前 你白锦色 将停止一切公司失误 你不相信我 我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莫总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也就不用停止了 我辞职 你去哪儿 莫总 既然您怀疑 稿件是我泄露的 那我也没有必要留在你家了 我原以为你对自己的职业 有着很坚定的理想 现在看来 也不过如此 你那边怎么样 你那边怎么样 见识器一切正常 除了有天晚上 冯小夕下班比你晚 看不出任何异常 比我下班还晚 我每次都是公司下班最晚的 不对 把公司的监控视频 导出我看一下 好 我 我知道了 莫总 回来了 我想请您帮个忙 小夕姐 你今天真好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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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发布会现在开始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本次新品的设计师 白锦瑟小姐 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也感谢恒瑞珠宝给我的信任 而我此次最想感谢的是 那个让我明白 绝处逢生的这个道理 此次新品发布会 有人故意将我设计好的稿件 泄露给了天上 然后栽赃嫁祸给你 让我险些丢失了本次的机会 原本以为我的珠宝设计生涯 就此结束了 但是最终 我回来了 白设计师 恭喜你 恭喜我 你恐怕不是这么想的吧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的确很聪明 删除了和Lucy的 所有的联系记录 并且保持距离不见面 但是狐狸 最终会露出尾巴的不是吗 白设计师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用了做过手脚的打印我 让我故意以为那是一堆废纸 而后将我的稿件偷走 交给了Lucy 你串通Lucy和我见面 故意让景象东看见 又让Lucy给我转了一笔巨款 让莫总误会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和Lucy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白设计师 就算你打开了我的电脑 那又如何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和Lucy之间认识的 你知不知道你删掉的所有内容 在云端还是会有记录的 灵溪在大学时 就是有名的黑客 就算身处 也可以都找回来 你少吓唬我 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 你输了 输就输在 你太贪心了 你看看彭幕 你真有种人心动草 就是 就是 想要输死下手的交易 封总姐 让我们来算一算 这笔交易 你到底挣了多少 是一千万 两千万 还是五千万 你哪有那么值钱 我一共才拿了五十万 你承认我 白景色 你故意炸我 莫总 你是想捧白景色尚未俗意来陷害我 你和白景色是什么关系你自己最清楚 那你说说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应该是她勾引了你 你沉迷于她的美色才处处替她说话的 那我就告诉你 我和白景色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合法夫妻 这是什么瓜呀这是 这么紧张 所以你护着白景色那就更有理可据了 冯小夕 事到如今了 你为什么还在执迷不我 白景色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早晚有一天你会跌得比我还惨 她和莫总真的在一起了 恭喜你啊 多谢莫总 最后信任我 还有一件事情 白镇明来槟城之前 她一直生活在韩城 而且特别巧的是 她搬来韩城之际 也就是你出生之时 韩城 那很有可能我就出生在韩城 太好了 我再也不用大海捞针了 思宁 你好 您好 宋老 您好 久闻恒瑞珠宝来了一位新锐设计师 果然名不虚传哪 您过于了 景色 这就是我一直和您说的 宋氏集团的董事长 也是曾经国内最富盛名的珠宝设计师 宋老 宋老您好 白小姐的 这件作品我十分喜欢 能得到宋老的肯定 是作为晚辈的荣幸 我平时在韩城 欢迎二位来韩城做客 多谢宋老 白设计师 琳达 你怎么这么好看今天 琳达 莫总不是吩咐过了吗 怎么回事 白总监 你放心 莫总都吩咐过了 我们等了 对对对 白总监 之前是我们不懂事 你就要跟我们一块吃饭呗 你想吃什么我们请 就是就是 中午给我们个机会嘛 停 不用 不用 我上个厕所 想吃什么跟我说 我给你定位置 我们请 看看 怎么了 我下班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 回家 回不去了 我还有设计稿 你先回去吧 那你别忙太晚 我晚上等你回去睡觉 睡觉 我来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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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我就把我下午 编洗 我要 忍不小 拆不小 是我 不是 没想到吧 就算我被恒锐踢走 我也要在你身边阴魂不散 我有件事特别不明白 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地针对我 我跟你无怨无仇 无怨无仇 你没来之前 我才是这个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可你来了之后呢 所有人都在围着你转 我们都是凭本事吃饭 你有能力就拿作品出来 白景色 你不过就是仗着自己年轻漂亮 让他们对你有一时好奇罢了 所以呢 你不是靠你本事吃饭吗 让我看看你没了这张勾引男人的脸 你还拿什么本事吃饭 莫总 什么 冯小夕 我看在你为恒锐卖命多年的份上 本想放你一包 但就今天这个事 我一定会报警解决 你手受伤了 我让你洗澡 没用 你洗澡 你洗澡 我洗澡 你洗澡 你洗澡 牟总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让你的手受伤了 你负责就行 闹到货贝 往上一点 往下点 好了吗 你等一下 你有没有闻到 什么奇怪的味道 你不会要是说 我身上有什么奇怪的味道吧 我是说你有没有闻到 我身上有一股 嗖的味道 要不这样吧 你帮我洗个澡吧 莫总 您不要太过分了 你这手不是好了吗 莫总 你这手不是好了吗 好得差不多了吧 鲫巳 我去睡觉了 你以为了吗 我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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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觉了吗 今晚八点 随风隔剑 记得是好看一点 王总 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支持 希望日后合作越来越愉快 好 下次再见 学长 真的是你啊 字幕志愿者 者 人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学长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在法国吗 我家里发生了一点变故 公司也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处理 我也觉得我是时候该回来了 一别数年 没想到居然在这儿碰到你 我也没想到 一回国就能见到你 对了 金色 你还在做珠宝设计师吗 太好了 我记得这一直是你的梦想 你一直很有这方面的天赋 多谢学长夸奖 你有兴趣来我公司吗 我刚回国 很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 谢谢学长的信任 但是我现在有公司了 金色 你变了 竟然学会拒绝了 挺好 我早就觉得你该这样了 我为你感到高兴 学长 你在法国过得怎么样 还好 就是有的时候 还挺孤独的 我在法国的时候啊 老想起咱们以前的日子 有些事情 想想还挺遗憾的 想想还挺遗憾的 想想想还挺遗憾的 这都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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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再见到你 能再见到你 正好 正好 你在等人吗 你在等人吗 但是他临时有事 来不了了 那择日不如撞日 这顿我请了 行 你干什么去了 这么晚才回来 我在饭店等你的时候 太巧碰到了大学学长 正好吃了饭 你现在是莫夫人 我希望你在外面 时时刻刻 都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我会保持我们之间的分寸 从今天起 你所有的行动 必须向我汇报 汇报 合同里写得很清楚 在必要时 告诉我你的行踪 以防意外发生 我 我知道了 你去哪儿 我去上班 我还能去哪儿 去吧 这么着急 干什么去啊 这你要管 合同上明明写的 新机 上厕所 上厕所 回回随随拿什么东西呢 交住 莫总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机密 是 他现在连上厕所都让我回报 他现在连上厕所都让我回报 但是终点 也有可能蒙发出爱的果实啊 依我看 他对你这么上心 莫总是喜欢上你了 他 他 喜欢我 是不是你和秦乌端一起吃饭 他吃醋了 好 今晚有空吗 有一场珠宝晚宴 夜内有很多大师都会出席 给你介绍一些人 认识认识 莫总 走 莫总 我大学学长今晚邀请我参加珠宝晚宴 你是否有时间陪我一起去啊 我没空 自己去吧 知道了 记得向我汇报 刚才晚宴上的一对夫妻 南方 是我在法国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珠宝商 女方呢 是这个业内鼎鼎有名的珠宝设计师 在同一个领域 强强联合 太让人羡慕了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啊 在用我收购的股权 并购兰华和轮耀两个公司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好 我心爱的女人 就会成为我们市最大的珠宝商老板娘 那我要先恭喜那一位了 剑泽 你有想过自己亲自设计一对戒指吗 用来给你最爱的人 和最爱你的最配得上你的人来代理 我走 找你 走 廊宝康 走 走 走 去吧 走 走 你在这儿做什么 今天你和你大学学长 也会开心吗 你等到现在 就是为了问这个 我现在太累了 明天再跟你汇报 我现在就要知道 我去参加珠宝宴会 他给我介绍了一对 设计界很有名的夫妇 然后还说 要收购兰华和轮耀两家公司 对了 他还问我 有没有兴趣设计一对对切 不过我是假结婚 应该也没什么必要了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 这和我们预估的价格完全不一样 怎么可能会差这么多呢 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了 赶紧去查 把他的底细全都给我查出来 吴敦 妈 喂 学长 金色 金色 我好难受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小小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 Gi 朋友 我IiMiang 你怎么了 Giang Giang 我喜欢你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 的话 Fle soda 都过去了 你不是也已经结婚了吗 结婚 我跟谁结婚啊 我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我生日那天 刚刚收到你送我的礼物 你说秦武端是不是喜欢他呀 秦武端 秦武端不是已经订婚了吗 订婚怎么来 订婚跟喜欢他又不冲突 同学们突然传开了 说秦家的儿子已经订婚了 那是我弟弟 那不是我 不是我 七色 一直以来 我心里只有过你一个人 所以 所以你突然不愿意见我了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这 这一个误会吗 学长 都过去了 没过去 秦瑟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在法国的时候 多想你吗 秦瑟 我每天都在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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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想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突然就不愿意见我了 林思 你是我最难忘的女人 你知道吗 学长 我 有喜欢的人了 我不信 我不信 秦瑟 我喜欢你 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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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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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干吗 怎么不回家呀 你去哪儿了 你要二十四小时监控我吗 我问你 你去哪儿了 秦瑟 你为什么 那么在意我去了哪儿 合同上写的条件就是 你喜欢我吗 莫四年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那么在意我去了哪儿 合同上写的条件就是 你喜欢我吗 莫四年 莫四年 你别想 让我再向你汇报 任何事情 你为什么 厅长 白总监呢 白总监出去见客户了 怎么了 小两口闹别扭了 谁跟他是小两口 我又不喜欢他 不喜欢 不喜欢一个人跑出来喝闷酒 我是为秦家的事犯愁 行 我去上个厕所 引波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被有伤厚散 说草草草的 我刚刚在隔壁看到白景色了 逗你玩呢 白景色根本就没来 很明显你喜欢他 明天就是情人节了 要表白这个机会最合适了 别到时候连哭的地方都没地方哭 你干嘛去 你酒都没喝完呢 上班去啊 吃了早餐再走吧 莫总 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 我能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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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上班了 你吃了早餐再走啊 莫总 你有什么事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最近工作太累了 给你下午放个假 让琳达陪你去买你的东西 莫总 我工作太繁忙了 没有时间 这卡您收回去吧 今天晚上 必须回家吃饭 有事和你说 哦 知道了 您慢走 有事和我说 今天是情人节 他是要和我表白吗 我要离开了 想再见你一面 在咱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我以为你想不开了 什么叫我要走了 再见你最后一面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回欧洲了 只是在临走之前 我以为你想不开了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你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认识 就是在这儿 那个时候 你被人欺负 我刚好看见了 我记得 这一切我都记得 你帮助了我 后来教会我跆拳道 一切的一切我都记得 所以我们还是个以前一样 对吗 琳达 对吗 学长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学长 学长 我祝你在欧洲 有崭新的生活 我先走了 这是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学长说想回欧洲 所以想和我道别 我会欧洲 什么 没事 吃饭吧 这倒是你做的 对 来 尝尝看 怎么样 你怎么不吃啊 我 我肠也不好 不能吃辣 那你还做了一桌子辣的 我 我 我 你不吃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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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说什么 莫思念 你到底想说什么 莫总 还是我去吧 学长 锦瑟 你为什么在我弟弟家呀 弟弟 莫思念 咱俩之间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把锦瑟卷进来 一个被劈腿的是我偷拍的女人 告诉大人 她是第六届世纪珠宝大赛的冠军 还有件事我向你一定要进去 说 她和你多个情侣 在你同一层大厨 而且我听说 她俩的感情 可不一般 明天你哥哥回来 给你妈上回家吃饭 从今天起 你所有的行动 必须向我 我最近啊 在于我收购的物件 并购兰华和轮耀两家公司 要收购兰华和轮耀两家公司 妈 妈你找我 你怎么知道 你不怕的是你 公司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想你来介绍公司的执行故事 妈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出现好公司所有的事 所以 你 所以 让我时刻向你汇报 是为了从我口中 套出学长的计划 锦涩 所以你 跟我结婚是因为 早就知道 我跟学长的关系 才选了我 不是锦涩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锦涩 说是蜡啊 我记得从小到大 你不吃蜡的吧 你早就知道我喝锦涩了吧 看来 你是对锦涩动了深情的 所以你特地选今天这个日子来到我家对吧 秦武端 你真够阴险的 阴险 难道不是你先利用我和锦涩的关系监视我 又让我一步一步陷入你的圈套之中的吗 要论阴险 要论阴险 我可是远远比不上你啊 弟弟 我是利用了锦涩 但我还是以为你 你从小到大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不择手段 现在呢 你明知道那两家公司存在问题 你为什么执意收购他们 你险些将秦氏集团置于死地 现在你又来拆散我跟锦涩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别再装这人君子了行吗 我不仅要得到继承权 我还要夺回锦涩 什么 利用你 我知道 你这样子 你对不说 剛好 你怎么找人 你真的最好 只好 不再了解 我不行 你不能给美项 我没有嫁 你不是如果她的 感谢观看 你不是刚做早饭吧 点什么外卖 这不是怕自己做得不好 还不如点个外卖呢 那你这玫瑰花 没外卖 送玫瑰 用牛奶的营养抚摸清晨的阳光 早上好亲爱的 这外卖土味情话还挺多 亲爱的公主殿下 王子来接你上班了 锦向东 怎么是你 对啊 怎么是你 你们 对 我们 不明显吗 什么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我喜欢他 随便 随便 我接个电话 学长 吃饱了 刚才谁还说不做我女朋友呢 好了好了 我以后不这样了 这也差不多 对了 白锦色怎么来你这儿了 我知道了 肯定是昨晚上被感动到了 来找好闺蜜分享呗 感动 锦色被莫四年那个渣男利用了 还要感动 什么 白锦色知道莫四年利用他的事了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疼疼疼疼 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 莫四年昨天晚上还想跟白锦色表白来着 表白 很抱歉 学长 我之前不知道他在利用我 害你没能拿下并购 你有什么好抱歉的呀 这事你也是受害者 我不会怪你的 谢谢 该是我谢谢你 谢谢你 还愿意见我 我觉得 我就像一个笑话一样 我跟了父亲 他跟了母姓 所以你一时间没发现她的阴谋 这也正常 会不会找你有急事啊 他除了利用我还能有什么急事啊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跟他解除嫌疑 我在欧洲那边 有一个非常好的律师朋友 你如果相信我的话 可以把合同给我 我让他帮你献上办法 谢谢 如果你已经想好了 和他彻底断绝关系 那就应该把他从你的世界里彻底删除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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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的 知名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多谢小秦总吧 苍博在公司那么些年了 对我呢也是有过不少的帮助和支持 我可不想看着苍博承受丧旅之痛呀 毕竟咱们才是一家人 对吗 这就是边界 如果铃铛一响 再打谁都被摔了 怎么了 又想莫四年了 有些事情变成习惯 就很难改变了 我看可不是习惯 别以为你跟景象东谈恋爱 就可以做情感大事了 谁说我跟他谈恋爱了 不过 景象东跟我说 情人节那天晚上 莫四年是想跟你表白的 表白 表白 景象东说了 虽然莫四年一开始是想利用你和秦武端的感情 但是后面他自己发现 他已经喜欢上你了 他本来是想情人节那晚跟你坦白一切的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怪不得 怪不得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 我知道了 快睡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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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觉你最近状态好多了 想清楚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 我发现这段时间 我对莫四年的感情 不仅仅是失望 还夹杂着一些 其他的倾诉 那天景向东说 情人节那晚 他是想向我表白的 所以我想 我应该弄清楚 他是怎么想的 那 你就不怕他 再骗你一次吗 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 一味懦弱 只会让自己失去 那你打算去找他吗 我想做一个了断 老莫啊 明天的投票至关重要 你一定要打起精神 感情的事啊 先放一放 走了 喂 景色 明天下午 我们见一面吧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我们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吧 好 明天下午 那个 景色 我想好了 就算今天的投票结果不是我 为了你 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 学长 不管怎样 我们都不可能了 静总 以后都关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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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结束 莫总4票 请走3票 9票 95咖啡 那按照规定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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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被淋输 这算什么事儿啊 这算什么事儿啊 太后重视了 请大家稍安勿躁 看来啊 我们家就4年啊 还是太年轻了 我在这儿 替他向大家赔个不是 这么重要的场合 他说走就走 那这就是 相当于放弃了 现在 投票已经结束了 莫总 想出任 新一任行事 既然莫总已经选择了放弃 那么以后 就由我 来带领各位 继续咱们情势的辉煌 我们既然已经定下了规则 那今天的投票 还有什么意义 对啊 对啊 什么意义 这投票 够了 今天的董事长选举 做清醒行 闹吗这不是 不是啊 是吧 投一把临走 这投票什么意义啊 对啊 把我们当什么了呀 就是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人接听 对不起 锦瑟呢 如果把这份合同公之于众 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认为 锦瑟是凭着你的暗箱操作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猜大家会怎么看他 到时候他的职业生涯 要怎么办呢 不都想从来 我以后三个小孩 为你做什么 你对不起 是不是 我看你做什么 我看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看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看你做什么 好 莫思念 你不许钱 不要钱 你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冯总监 是我 宋锦 我有件小事 想请你帮个忙 白设计师 这是上个月所有设计师的设计方案 你将他们整理成策 下班前我要看看 他和莫总真的在一起啊 夜别回想 是 喝点水吧 我呢 今天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的 什么好消息啊 今天宋老说了 他打算跟恒润合作 办一场慈善拍卖会 而主设计师就是你 白设计师 你的机会来了 是工作啊 你 你怎么了 宋老还说了 让我明天带着你 去寒丞和他吃个饭 寒丞 谢谢 这就是宋老的家啊 对 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带我来这玩儿 好久没来了 莫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说一声 我上周回来的 在巴黎听到了你结婚的消息 恭喜啊 谢谢 坐 您就是白设计师吧 您好 您好 我是白锦森 我是宋老的女儿 宋是集团的执行总裁 宋锦 宋总您好 爸爸正在开会 所以没有办法亲自接待你们 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 其实我总听爸爸提到你 今日一见 白设计师不光才华出众 人还这么漂亮 莫总真是好眼光啊 那是当然 别这么说 谢谢宋总的夸奖 这次我也没有什么准备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还望白设计师不要嫌弃 谢谢宋总 我不知道您回来 所以也没有准备了 没关系的 对了 这次咱们的合作由我来负责 这个项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我的未来 就交到二位手上吧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第一次见到宋老师 就觉得很清静 没想到宋小姐 人也这么好 没你好 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了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带我来医院做什么 我查了 你的养母在生白莉莲之前 她在寒城生过一个孩子 而这家医院 很有可能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我 我出生的地方 那天的档案都在这里了 麻烦找我找我 谢谢 好像被撕了 我 本来想着 查到医院 会有线索 好啦 不过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出生的城市 看在你那么用心的份上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嗯 走吧 这是哪儿啊 这是每个城市都有的 小吃街 带你体验一下 这什么东西啊 牛仔 可以吗 啊 我靠 怎么了 怎么了 老莫居然在朋友圈 发了一张和白景色的合照 我长这么大 可从来没看他在朋友圈 发过私人合照 太阳打西边出来 这莫总这样看 还挺帅的 我会想着呢 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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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咱俩已经在一起了 我能不能抱着你睡 不能 虽然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但是你又没有真的娶我 我们的计划 你干嘛 但是啊 我可以抱着你睡 为什么总是让我真相逢 我可以抱着你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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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第一次来给您准备了点礼物 希望您能收下 谢谢 像我们这样的家事什么都不缺 白条杰走的时候带回去吧 妈 我们都饿了 咱们开饭吧 给客人怎么能用家里的碗筷呢 吴妈拿客人用的碗筷 来 你尝尝这 白小姐 听说你是一个孤儿 我是白家养大的 那个白小姐应该知道 我们秦家不是寻常的人家 自古以来 我们总说一个门当户对 我呢 虽然不看重这些 但是总是要知道你家的底细啊 妈 我现在已经在帮景色找她的亲生父母了 我再和白小姐说话 别插嘴 白小姐 听说你之前和我的大儿子 也有过一段不清不楚的关系啊 妈 你都是听谁说的啊 锦儿 可惜了 你差点就成了我儿媳妇了 但是我又不能干涉她的婚姻自由 没事的 莫阿姨 谢谢你还惦记我 我跟四年可能就是有缘无分吧 但是说到这儿 我对四年要娶的这位妻子 倒也有一些了解 虽然在别人背后嚼舌根子不太好 但您是四年的母亲啊 我觉得应该让您知情大 那个姓白的设计师 之前跟吴端哥也有过一段感情 什么 他竟然跟吴端也在一起过 他们俩是大学同学 那会儿我回国前 听说四年跟吴端哥也斗得不可开交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女人吧 景色和秦吴端 他们就是大学学长和学妹的关系 哪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啊 这就很巧了 先是我的大儿子 再是二儿子 不知道白小姐和我们秦家是真的有缘呢 还是刻意接近秦家 妈 你到底什么意思 四年 婚姻不是儿戏 阿姨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 先走 你刚回来 多别别阿姨 你看看 什么宿贞 妈 从景色一进门开始 你就甩脸色给她看 她能站在这儿 客客气气地和您道别 就已经很有礼貌了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妈 这个女孩之前和你哥哥也有过 暧昧不清的关系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但不是你想起来那个样子 那是哪样 四年 你还年轻 很容易被些人迷惑 这段婚姻我不同意 我不管您同不同意 我们俩在一起 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时候不早了 我先走了 你看 你晚上还没吃东西吧 我给你带着吃的 我不饿 我妈妈平时不是这样子的 她可能对你有什么误会 对不起啊 不用说对不起 怕这么做 也是因为她爱你吧 你能理解她就行 我 我累了 我先睡了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简儿从欧洲带回来的咖啡 你尝尝 谢谢 听说你是孤女 能一步步爬到今天的位置 真是难为你了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知道 有些东西 不是你通过努力就能得到的 阿姨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锦瑟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我见得多了 出身不好 想跨越阶级的最好方法 就是傍上一棵大树 但是你要知道 你们之间的三观 会有多少分歧吗 而这样的分歧 并不是靠着你年轻貌美 就可以弥补她 您今天叫我来 就是为了说这个 我和四年在一起 并不是因为她的身世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原本以为 你会祝福我们 但现在看来 好像并不是 您放心 我是不会和四年分手的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谢谢您的咖啡 那就让我看看 你和四年 最后到底会不会 走在一起 你怎么才回来 你妈妈约我喝咖啡 坐下金色 我就说吧 我妈了解你之后 她一定会喜欢你的 你看这个花 据说这个花 是有很多明星 还有王室成员 他们结婚时 用的手本花 十分名贵 送给你 放在那儿吧 你怎么了今天 我妈又说你什么了吗 你妈说 我们的身份不同 以后可能很难走下去 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做好准备 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并没有高拍你 我累了 我先去睡了 哦 听你去哪儿 听我听你呀 听我听她的 听我听我听她的 你一直说 看我听她的 我唱的 请慢用 我想 你也不想让锦瑟 看见咱们俩在一起吧 锦瑟不是争风吃粗的人 四年 我知道你不爱我 所以 过去的事情 不如就让它过去吧 我真心祝你幸福 谢谢 我也希望 你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我这次来 其实就是想帮我爸爸办好拍卖会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对了 我一会儿还得去找一下锦瑟 聊天拍卖会的事 不过我今天没开车 你看是否方便载我一程啊 可以 您的快递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跟我一起上去吗 你先上去吧 我又过得上去 还说不怕锦瑟误会 看来还是很在意的吧 这到底是什么呀 宋总 您来了 我来跟你聊一下关于拍卖会的事 好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锦瑟聊一下拍卖会的细节 你不要 咱们这次拍卖会公司决定 宋总 我请您喝杯咖啡 我们换个地方聊 好啊 我跟莫总已经沟通过了一些拍卖会的细节 我来找你 就像再把这些事情跟你聊一下 好 你跟四年好像挺熟的啊 我们俩是发小 自然会熟悉一些 我记得他有失眠的老毛病 以前还送了过他一个薰衣草抱抱熊 原来那个熊是你送的 看来他还留在身边啊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嗯 嗯 嗯 景色 我正在想什么 虽然我跟四年有家族婚约 但我根本不爱他的 原来跟他有婚约的人是你啊 他没跟你说过吗 也难怪 四年这个人吧 就喜欢把很多事情藏在自己心里 但景色 你千万别多想 他一定是真心爱你的 我知道 谢谢你 嗯 嗯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是怕你和宋景聊得太晚了 所以我就提前回来 给你做饭来了 你今天 去见过宋景了吧 哦 我是在路上碰见他 顺路就给他带回公司了 是吗 那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送我的玩具熊 是宋景送给你的呢 玩具熊 玩具熊是景象东送给我治疗失眠的 那他怎么知道 有那个玩具熊 他来过我家 但是他来我家 是宋老带他过来谈合作的 到底是谈合作 还是去做你的未婚妻 莫斯年 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景色 我知道 我也承认我骗过你 但有些谎话 一旦开始就会越滚越大 但我请你相信我 我跟宋景一点关系都没有 从始至终 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莫斯年 我真是 你到底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了 您好 您是莫夫人吧 您好 您是 我是酒吧经理 莫总是这个酒吧的背后老板 特地来给您倒一瓶好酒 谢谢 您可能没喝过这款酒吧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款酒啊 这款酒呢应该这么 不好意思啊 可以让我安静一下吗 好 谢谢 我说了 我想一个人紧 怎么是你啊 我说了 我想一个人紧 怎么是你啊 一个人来喝酒 莫斯年知道吗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又来干什么 你是和莫斯年吵架的吗 谢谢 锦森 莫斯年始终是我弟弟 有些事情 我们始终是要面对的 我知道你对我有恨 但是过去的事情 也都已经成了定局 以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妈妈说的对 当我们之间的鸿沟 只能用谎言去填的时候 我们就注定不能在一起 当我们之间的鸿沟 只能用谎言去填的时候 我们就注定不能在一起 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的可以跨过去 喝完这杯 我送你回家吧 那不是我的家 我不想回去 我不想回去 好 那既然你想喝 我就陪你喝个痛快吧 请司怎么在你这儿 莫斯年 你到底了不了解请司 你什么意思 妈说她是拜金女的时候 你在哪里 她知道了你和宋锦的关系 一个人难过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我会照顾好她 你最好记住你说过的话 你醒喽 请司 我以前是骗过你 但是我跟宋锦之间 我们俩根本就 我们之间的问题 不单单是宋锦 莫总 您的妈妈约我去喝咖啡 一壶的价格 能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 您送我花 哄我开心 可是花的美丽和它的价格 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就连我去喝酒买醉 经理都要看在您的面子上 送我最昂贵的酒 我是想把最好的 还有我认为最好的 我能做到的 我都想给你 白金色 是我墨四年太物质了 还是你太玻璃星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想的 你根本不懂 对 我不懂你 秦无端懂你 那当初为什么 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啊 我是你 我们 我们 我们分手吧 你的意思 是想和我离婚 我们之间 本就是一支嫌疑 从来都不存在什么婚姻之事 白金色 你是觉得你和我之间 只是一支嫌疑是吗 我也曾经幻想过 我们之间会有美好的爱情 但终究都是无错了 这场梦 该醒了 谢谢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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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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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不 你 我 你 那 我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 吓坏了吧 我还以为 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今天老天爷开眼了 让我走那么早 当时我也恰巧 看了一点后视镜 才发现后面那辆车 已经失控了 我也恰巧 及时地躲开了 要不然 现在躺在院里的就是我 你看后视镜 是为了找我呢 我是想看你最后一眼 难怪是背影也好 三年 对不起 我 都怪我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不是 是我 我的错 我 我一个大男人 没有处理好我们之间的问题 秦泽 对不起 答应我 以后 我们俩不要再因为这样的事情 而分手了 好吗 好 你说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就好像是上天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 这应该就是我们两个 之间的缘分吧 安排好的 你看 是否方便 再为成啊 你今天 去见过宋景的吧 玩具熊 是宋景送给你的 你 你 从今天起 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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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 我跟白锦涩离婚了 是吗 四年 别太难过 你会找到更好的 因为她身世问题 所以跟我妈妈产生了很多矛盾 因此我妈妈不同意我们这件回事 所以 我要帮她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然后光明正大地去 什么 宋景昊 我希望你能清楚地知道 我这辈子 非白锦涩不去 我不管你之前是怎么对待她的 但从现在开始 如果再有人敢拆散我跟白锦涩 我摸死 一定不会放过她 听清楚吗 听清楚 来 设计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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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来擦一下擦一下 好 怎么了 还在想 拍卖会上展示什么作品 锦涩 你的世界里不仅仅有工作 还有你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想 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可是 之前的线索都已经中断了 我除了出生于一九九七年 九月二十一号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记不记得 你跟我说 白锦涩从小连个不娃娃都不肯给你买 她怎么会舍得给你买一条 这么贵重的项链 所以我想 这条项链 或许是你亲生母亲留给你的 对啊 我从小就戴着那条项链 明天 我们一起去一趟白锦 项链 跟我同一天在边城出生 难道 哇 爸爸 妈妈的项链真好看 是啊 真漂亮 那是爸爸去妈妈的时候送给她的 你妈妈在临终前 将这条项链送给了刚出生的你 可惜 所以 在荒乱之中 给弄丢了 简儿 今天在学校 学了什么知识啊 老师说血型是会遗传的 假如你是A型链 妈妈是O型链 那我的血型就可能是A型链 或者是O型链 那爸爸啊 你和妈妈的血型是什么呀 爸爸就是A型链啊 妈妈是O型链 我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谁呀 白先生 是我 你们怎么来了 白先生 我听锦瑟说 你们捡到她的时候 她脖子上戴着一条项链 肯定是她记错了 根本没有这个事 我想白家现在一定很难过吧 如果你把那条项链交给我 我给你五百万 你别想 我根本就没见过什么项链 怎么给你啊 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 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 那那条项链 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你找到了 随时联系我 白证明这么地方我们 一定证明 那条项链和我的事是有关 我都说了我这没什么项链 你们就别在 你们就别在 你好 请问你找谁 白锦瑟 并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所以白证明 到底 谁才是你的女儿呢 当年松城的老婆产后大出血 荒乱中 我便趁机将你们调包了 可让我抱抱孩子 这不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呢 我们的孩子 要抓了 这个是我在听台上捡到的 好 我当年真是糊涂啊 我是宋氏集团的千金 我是宋氏集团的千金 是宋城唯一的女 这一点 谁都别想改变 杰儿 杰儿我错了 我现在有件事 需要你去做 什么时间 我知道那条项链在你手里 我把项链拿到手里 来锦瑟 就没有办法跟宋城相认 把它交给我 好 既然我的身世 是你手造成的 那还请你替我保全它 以后有事情 我还会来找你的 白锦瑟 如今这条项链在我手里 你这辈子 也别想找到你的亲手服 我 你在画什么 白锦瑟 白设计师 这是您设计的项链 谢谢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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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怎么了 不是这个吗 是 跟妈妈给我的一模一样 就是宝石不一样 辛苦莫总 陪我加班了 说什么呢 我当然要陪你了 宋总 坐 你来干什么 再过几天 就是珠宝拍卖会了 这次拍卖会 要提前保管 各位的珠宝作品 其他作品 已经送到了宋氏集团 所以 我想这件事情 你就不用麻烦贵公司了吧 我们自己可以保管好 但公司 这次要求 各个作品需要统一保管 到时候在拍卖会上 统一进行展示 所以 四年 还请你配合下 我们的工作吗 送进 四年 就给他吧 这次 跟付账 什么 你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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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的 你买的 你买的 我买的 你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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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到时候拍买会 就看你们的了 好 锦儿 爸 怎么样了 锦儿 挺好的 爸 您怎么来了 这次是你第一次 做这么大的项目 我当然要来看看你 办得怎么样了 不就是一个拍卖会吗 有什么难的 您放心 一定不敢面丢人 你以前那么爱玩 怎么突然 对公司这么伤心了 以前您老说 我小孩子脾气 现在长大了 你应该开心才是啊 对对对 开心开心开心 对了 白锦色这次的作品 怎么样了 我还挺期待的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吧 白设计师 好久不见啊 宋老好久不见 宋老 还是这么精神 客气客气 爸上次叫你们来 真不好意思 我临时又会出去了 小女如有招待不周 还望二位多多包涵啊 宋老别这么说 宋小姐非常有能力 我相信 这次的拍卖会 一定会给孩子们 筹得很多的善款 那就太好了 那白设计师 一会儿就看你的了 好 我先去后台准备一下 这次的拍卖会 我想拍卖的 是一个和我身世有关的作品 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太清楚 其实我今天 想展示的 是一个故事 故事 今天我们这场拍卖会 是给孤儿们筹集善款 其实一直以来 我也在寻找 我的亲生父母 小时候 我身上一直戴着一条项链 长大后 我的养母 在留给我的遗书中告诉我 我并不是他亲生的 我是1997年9月21日 在韩城妇产医院被捡到的 或许 那就是我的生日 而我身上的这条项链 就成为了我和亲生父母 唯一的联系 爸 看了白摄影师 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作品 要不我们先走吧 先等一等 再听听 这就是我今天 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 我希望所有走失的孩子 都可以回到他们父母的怀抱中 爸 你干嘛去啊 我去后台等白金色 为什么探在图里面 有你母亲的项链 可 可能 就是两条相似的项链而已啊 这不可能 这条项链全世界只有一条 是我和你妈妈结婚的时候 我为她亲手设计它 也许白摄影师她记错了 就像您说的 她很有天赋的 可能 她要从她之前带那条项链上 进行了一些改良 就成了我妈妈那条项链 而且你又是个巧合 能看穿什么啊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找她问个明白 爸 那是人家的事 咱们就别掺和了 不行 这也是你妈妈的事 爸 爸 你听我说 爸 爸 这次拍卖会 主要是为了给孤儿们筹集资金 我也做了一条相似的项链 想为孩子们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而在此 我也希望借此机会 恳请珠宝界的各位同行 帮我寻找 我的亲生父母 宋老 金色 那条下面 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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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有人遇倒了 有人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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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有人遇倒了 白小姐 这里发生了手指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不知道 快过来爸妈 快打120 爸 太多了 宋老 宋老 我们宋氏集团 不就弄丢了一条你的项链吗 不就把我爸推上楼梯吗 过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这样了 人正物正俱灾 你还有九遍吗 你还有九遍吗 宋老怎么样了 现在还在昏迷状态 在设计调查清楚之前 我公司将坚定维护白设计师的权益 莫总 事到如今 你还好谈护白紧色 从今天起 宋氏集团 与红润珠宝解除一切合作关系 并且 追究白紧色设计师的法律责任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对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亨瑞会不会有影响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就算恒瑞没有了 我也不觉得可惜 就算恒瑞没了也不可惜是吧 好啊 莫四年 那咱们就看看 是恒瑞重要 还是白紧色重要 莫总 这段时间我在恒瑞学到了很多 现如今 行业已经集体抵制恒瑞了 我们实在是迫不得已 这是我的辞职信 希望莫总你能批准 你看外面还有谁不想干了 这个月的公子给他们结清 再补助三个月 怎么办 宋老被推倒的赤品 已经在各大媒体上发酵了 这几天恒瑞珠宝的股价 已经对折了 放心吧 我能处理 宋锦 喂 我在恒瑞停车场 你下来一趟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想救恒瑞 就来见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很简单 很简单 跟我结婚 我根本就不爱你 你觉得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 不要为我这样 商界联姻 本来大部分人都不幸福 所以 重要的不是过程 而是结果 你选择了谁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相互折磨 折磨 我宋锦论家世论才华 哪一点比不上那个白锦色 你选择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也在折磨我呢 莫四年 只要你跟我结婚 恒瑞就会被绑住 到时候 我再拿到宋氏的股份 恒瑞 就会顺身而飞了 如果我和你结婚 你能放过景色吗 那 就要看我的心情吧 莫四年 侯瑞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该怎么选 我希望你想清楚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你有什么打算 需要情事的帮助吗 我自己能解决 都这个时候了 别逞强了 当初不让你娶这个女人 你非不听 妈 我跟景色认识那么些年了 我了解她的为人 这件事情 不可能是她做的 妈 你放心吧 我说了我能解决 就一定不会牵连到情事的 真没想到 恒瑞有一天 会因为一条项链倒下 我倒是真想看看 这是一条怎样的项链 我倒是真想看看 这是一条怎样的项链 那是真正的 不知他 有种人的项链 有个人的项链 我倒是一条项链 我倒是在哪儿 你不太招并了 我这边看到 我倒是嫌疼的 你不太招并了 我这边看到 你不太招并了 我这边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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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相点 早日离开槟城 另谋出路吧 我没有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我离开槟城 宋老到底是被谁推下去的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我好话也就说尽了 如果你还是不走的话 我一定会哄了你的 不够听好了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可以进病房 我不希望让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来打扰到我的父亲 是 宋总 是 宋总 什么 慈善 对 根据你父亲的遗嘱 你父亲死后的所有资产 将用作慈善使用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父亲去世的话 我从宋氏集团将一分钱也拿不到是吗 在法律意义上来说 是这样的 我现在能做什么 现在只能祈祷宋董事长早日醒来 让他把股权亲自转让我 来锦瑟 谁让你进来的 我现在就换卷 立马给我出去 姚医生 姚医生 快姚医生 丧老 你醒了 我 你醒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她是谁啊 我 我是白锦瑟呀 爸 我亲眼看到她把你推到楼梯下面的 你好好想想 待会儿跟我说 我要让她老底座穿 可是 我不记得这个女孩子了 白锦森 你再不出去的话 我现在就找人把你拖出去 不用你赶我 我自己走 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 宋董事长是暂时性失忆 而且随时可能再度陷入昏迷 情况很不乐观 爸 您好点吗 好点了 爸 我今天来 有件事想跟您说 什么事啊 您看您现在身体爆样 咱公司不能群落无首啊 所以我想您在集团的股份 转让给我 爸 我是您的亲女儿 这以后 您也是要把公司 转交给我的嘛 所以 您就签了吧 那也是 那也是 孩子长大了 谢谢爸 谢谢爸 哦 对了 我要跟莫四年结婚了 哦 那我可要加油康复了 早点出院 去参加你的婚礼 嗯 来您和我休息 我再来看您 嗯 嗯 宋总 恭喜订婚 你到哪儿了 到 摆几次了 你来干嘛 你信不信 我报警抓你 报警 你敢吗 你以为在我的手表里安装了监听 就可以掌握我的一举一动了 不过也要谢谢你 我才有不在场的证明 那要怎么样呢 今天是我跟莫四年的订婚仪式 我不欢迎你 我说要娶的是宋氏集团的前景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的身份你早就清楚了吧 我说要娶的是宋氏集团的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来人 反正女的给我拉出去 该充选的是你吧 莫阿姨 你怎么了 一想到妙前阿姨 我还是有点紧张 别紧张 我妈不会再那样对你了 让我好好看看 你就是妍然的孩子 都怪我听信了宋锦 以为你是那样的人 以前阿姨 对你说过很多不好的话 对不起 没关系阿姨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四年好 锦瑟 其实啊 我并不在意你的出身 阿姨一直希望 你嫁给四年 是真心爱他 你放心阿姨 你放心阿姨 只要是和四年在一起 只要是和四年在一起 我做什么都愿意 我做什么都愿意 好 我祝你们幸福 谢谢妈 谢谢妈 你们在撒谎 我才是宋城唯一的女儿 这是我的DNA报告 就算你是真的有怎样 现在整个宋氏集团都在我的手上 你既然那么喜欢认爹 不如就替我去尽孝啊 你以为你真的拿下了所有的股权了吗 爸 这个公司我的股权只占了百分之一 大部分股权都属于你的母亲 杜嫣然 我只是代为管理 锦儿 听爸的话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哪 好啊 好啊 现在你们妇女相认 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 莫四年 我本来想方宏了一条生路的 没想到你比我还狠心 你还有什么话 跟你律师说吧 你也不认识 君一千和宋九无关 都是我的错 谁让你来 今天是你订婚的日子 我就算偷偷地躲在角落 也想看到你胸腹的样子 你还记得我吗 宋承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 白正鸣 没错 当年 你吞并了我的工厂 害我走投无路 没想到你夫人和我夫人 竟然同一天临牌 我对你怀恨在心 所以 才铸成大错 宋承 都怪我当年一时糊涂 才酿成了今天的悲剧 你能不能看在我 把锦瑟一手拉扯大的份上 放过我的女儿 我不需要你替我顶罪 我宋锦一人做事一人当 白正鸣 白正鸣为拿到宋承的财产 将自己的女儿换给宋承 白锦瑟成了宋锦 另外 宋锦才是造成宋承此次意外的真凶 为阻止其妇女相认 在宋承出事后 在宋承出事后 安排假记者 设计嫁祸于白锦瑟 白正鸣 摆除了一些犯瞪 或者是确定的阻断 甚至险些发生谋害亲人的悲剧 宋锦涩嫌过失伤人罪 白正鸣涉嫌拐付儿肤女儿童罪 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过来 跪下 跪下 我是有惹到你了吗 我还是饭菜做的不好吃 让你跪下 你就跪下 丹西 跟我求婚 秦桑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什么 真是有缘 四年是不是总失眠啊 爸 您怎么知道 这事还要从你妈怀你的时候说起 那时候 你妈身体弱 我就找了一个老中医 开了一道方子 有一天呢 你莫阿姨带着四年 去看望你妈妈 这四年呢 误服了其中的一味中药 这自私以后呢 他就有了失眠的毛病 后来呢 那老中医 不幸去世了 秦家 找遍了全国 都找不到 能治疗四年的药 四年每次来我们家晚安 你妈妈带着他的时候 他都睡得特别安稳 所以我猜啊 你身上 也有和你妈妈一样的味道 怪不得他每次靠着我 他能睡着 真的印证了那句话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我们父女俩 这刚向人 你就要嫁到别人家了 爸 锦子 你可要常回来看吧 爸 您放心 我一定会多回来陪您的 我永远 都会陪在您身边 好 莫总 这一身 您还满意吗 行 太好看了 您二位一位叫莫四年 一位叫白锦瑟 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啊 白小姐 要不婚礼那天 我们就定这一套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好的 谢谢 我叫景象东 你叫灵溪 咱俩一东一溪 是不是也是天生一对 谁跟你是一对啊 对对对 我是癞蛤蟆 你是白天鹅 咱们俩不是一对 是冤家 那个我们没什么事 就先走呗 我还得跟锦策商量 怎么过闺蜜单身夜呢 你怎么那么没眼泪劲啊 我说有事就有事 走 明天你就是我的人了 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 谁是谁的人 还不一定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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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Route 金色 还没睡啊 睡不着 你怎么也没睡 我想见你 那不行 结婚之前不能见面 不然不吉利 不过 我也想见你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你去阳台 你傻不傻呀你 我真没想到 现在有一天 我们俩走到了婚姻的殿堂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我当然记得 第一次在明镇局的门口 你为了不让你前男友发现你在偷拍他 你就躲进了我的怀里 然后 你还说我是你前男友的保镖 这一切 都像一场梦一样 这不是梦 这是现实 金色 我答应你 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你的身边 我 都什么时候了 说 我 爱 你 我爱你 谢谢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谢谢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来 快去吧 哥 走吧 等你呢 白锦瑟小姐 你是否愿意 与你面前的这位男士 结为合法夫妻 无论是健康或疾病 贫穷或富有 你都始终愿意 与他相亲相爱 相依相伴 相濡以沫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我愿意 莫苏年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 白锦瑟小姐 作为你的妻子 无论是顺境或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快乐或忧愁 你都将毫无保留地爱她 对她忠诚 直到永远 我愿意 金色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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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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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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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